赵长河犹豫了一阵,本来今天打算离开剑湖城了, 想了想还是先去了那个青楼找唐婉庄。 嗯,如今已经是青楼熟客了,后院看门的都认得她, 见她过来连盘问都没一句,直接让进。 赵长河问,守,唐姑娘还在吗? 看门的道,据说今天准备走了,公子来得正好。 赵长河总有一种来万花楼找熟悉姑娘的济世感, 这货真是的,真就不在意别人付匪编排吗? 道的竹楼,周围的大汉面面相去,忍了又忍,也没拦她。 赵长河便静自举步上楼。 唐婉庄依然在福岸写着什么, 旁边一个小侍女正忙上忙下地收拾东西打包, 看似确实准备走了。 赵长河出现在门口, 小侍女抱着一把琴,转头一看, 吃了一惊,你你你,你怎么来了? 说着脸都有点红,嘀咕,浮浪无形。 赵长河 所以你们真在监控我客栈是吧? 唐婉庄哥比,别和抱琴计较, 我们也只知道下迟迟半夜从你客栈离开, 他自个儿瞎猜了一堆。 赵长河看了侍女一眼, 感情你抱着个琴你就真叫抱琴呢? 口中道,他瞎猜一堆,你呢? 唐婉庄道,你们曾经同宿一屋很久, 他从你屋中出来岂不是很正常, 又有什么值得猜的? 不想干涉了? 没有意义。 唐婉庄没打算继续这种话题, 问道,本以为公子今天就会走, 倒是没有想到还来这里, 公子致意是, 赵长河抱拳, 首座地榜前三, 实力超拙, 赵某详请首座指点几招。 唐婉庄愣了一下, 怎么说呢? 其实他之前有打算指点赵长河一二的, 但这个念头还是收了回去, 朝廷的事与江湖思维不同, 月红林大可随便爱怎么教就怎么教, 他这一个搞不好就变成剑阅想做帝师, 不是识也是识。 此前也没看出赵长河有打算向自己讨教的意思, 应当是不打算纠葛过身, 欠了师徒恩义就很麻烦了, 今天这是。 赵长河看那表情就知道他误会了, 无奈道, 手作大人, 我这是江湖客套话, 意思就是想比武, 看看地榜第三究竟多强悍, 我的差距有多大。 如果你觉得没什么意义, 那可以喊一下午为养老哥, 我估摸着他虽然没上乱世书, 应该有接近圆榜实力, 让他和我打一场看看。 唐婉庄看了他半赏, 点了点头, 忽然并止作剑, 指向赵长河咽喉。 赵长河感觉习武以来都没打过这么奇怪的架, 那青葱玉指明明看着很慢, 诡计明明白白, 可当自己本能去闪避的时候, 却发现早都慢了不知道多少拍, 那指头已经抵在了自己的喉咙。 场面看着, 就是他出手, 赵长河连反应都没反应过来, 就被制住了。 赵长河惊诧道, 这是什么? 领域? 七场? 唐婉庄慢慢道, 没有, 说穿了并不稀奇, 不过一个警戒, 不要过于相信自己的眼睛耳朵, 声音与影像都能欺骗你。 说着再度清合起来, 低声道, 你需要的是真正的战斗, 不是对练, 即使寒无病与你对练都索然无畏, 却忽然来找这摩斯对练, 不合道理, 必有其他缘由。 你不妨直说, 可以帮你的, 我会尽量。 这女人好聪明, 赵长河所幸道, 就是因为无人指点, 感觉有了瓶颈。 唐婉庄沉吟片刻, 说道, 我打听过你初登乱世书时, 和北盲皇妇舵主的战局, 别那副瞪大眼睛的模样, 血神教当然有这摩斯的人, 你在北盲的很多事情, 包括各类靠谱不靠谱的传闻, 我们按投资料都一堆, 比如那压寨夫人是真正的月红灵。 赵长河叹气, 好吧。 你与皇妇舵主的战局之中, 曾用过巧劲, 当时对你而言或许是实力不足的无奈取巧之举, 当实力长进之后, 就更洗重刀, 偏爱一粒降实惠的霸道, 早期的巧劲再也没用过了, 是吗? 赵长河不服, 我还会用阔刀刮胡子。 唐婉庄摇头, 那与战斗中的巧劲揉劲不是一回事, 你心中有数。 赵长河不杠了, 叹气道, 所以刚柔病计还是王道吗? 我知道你喜欢那种催枯拉朽的感觉, 个人性情决定, 不可更改也不必去更改, 但你需明白至刚一舌, 赢不可久的道理。 唐婉庄道, 刚柔病计有很多种角度去诠释, 你走至刚至猛之道也未必不能寒柔。 赵长河道, 这么说着太玄了些。 唐婉庄道, 便如江河决堤, 自然是催枯拉朽, 但河水本身却是水, 无论什么刀枪剑挤去阻拦, 都没有意义, 故无坚不催。 赵长河心中微动, 达到或许是智力, 但眼下可能不是时候有朝一日, 再向手做请义。 唐婉庄微微汗手, 没有再说, 赵长河的悟性资质本来就是世间一等, 否则又如何在没有明师指点, 没有顶尖神功的情况下, 打出今日声明, 点到极止, 他自有所悟。 赵长河本预告辞, 想想特意跑来说这么几句话, 转身就走好像显得很奇怪, 便另外找了个话题, 弥勒教是什么情况。 这是想主动找点是做做的意思了。 这弥勒教想杀迟迟, 赵长河记在了小本本上, 正好找事儿, 还很和唐婉庄此前让他对付魔教的主要纲领, 送上门的这事。 唐婉庄道, 魔教大都宣传歪语邪说的教义, 蛊惑人心。 其中四项教血神教这类, 他们是真信有神, 目标更偏向于神灵降世, 回到上古之天, 诸如此类。 而弥勒教只是套皮, 聚众敛财, 或行银邪之事的居多。 二者到了一定时候都是造反作乱, 在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区别, 但在你心里或许有。 确实有。 照常河道, 我在北盟那么久从没听过弥勒教, 在河北也没听说, 可能是我待的时间短。 他们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哪里? 江南。 照常河点点头, 那我下一步去江南走走。 这次见湖之意, 我和他们没啥牵扯, 他们应该没把我记本本上吧? 应当没有。 那行, 江南烟雨, 早就想见见了。 唐婉庄道, 你身上有阵摩斯密探牌, 若是自己应付不了, 记得用。 另外, 唐家在姑苏。 赵长河看了他一眼, 忽然一笑, 才得到大概不是那样的水香, 也养不出你这样的美人。 说完转身跑路, 告辞。 唐婉庄目送赵长河离去, 没说话, 抱琴吃吃道, 小姐, 她这最后一句, 是不是在撩拨你啊? 不是。 唐婉庄微微一笑, 只是她正在让自己活得更自艺一点。 那边赵长河回到客栈, 取出了金箔。 向唐婉庄请义, 当然是为了测试这玩意。 金箔上果然开始反反复复地出现刚才唐婉庄那一纸, 证明了这玩意记录重播是可以实时的, 并不需要隔天。 只不过随着这个新的记录出现, 之前和韩无病的对局就出现得很少了, 只是偶尔会出现一次。 这么看来这玩意不能存着, 打完就得快速消化, 否则就被新的顶掉了。 至于那一纸本身? 从这回放看去, 慢动作之下, 自己的动作已经慢如龟爬, 而这一纸却看上去还像正常速度似的, 对比可知分明快的离谱, 不会比当初崔文锦那超越音速的一键慢哪去。 可拉在当时自己眼中怎么感觉就那么慢, 感觉自己明明能躲, 可人都没动就没了。 不要过于相信自己的眼睛耳朵, 声音与影像都能欺骗你。 就像连绵的春水, 炼焰的波光, 看似水中清浅, 鱼儿就在那里, 可你要抓的时候, 却发现它根本不在此地。 地榜前三, 已经开始射击光的理解运用了吗? PS, 晚上还有, 求月票。 感谢圣意老爷上门妈妈的。